上一讲谈到,虽然李白和陈子昂反复引勇黄金台,但这两位大诗人生在盛唐当时的幽州远在文明中心之外,就算轻履其地,那里到底也还是个陌生的所在,而到了明朝往昔的边城升级为繁华的首都。 黄金台到底何在,就很值得有心人仔细探究一番了,那么这番探究会有怎样的成果呢?这一讲,我们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明朝崇祯年间,除了这么两位有心人,刘栋和于义正合筑了一部经典地方制,地经井无略,顾名思义就是概述首都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 书里呢,专门有一节,题目就叫黄金台,说所谓黄金台,名称和地址都是后人附会的,史记,心绪和资质通鉴明明说的是宫,哪来的台嘛? 然后引述南朝学者任访的话,说是有一座台,位于幽州燕王故城之中,当地人呢,叫它贤士台,或者昭贤台,虽然管它叫台,但并不叫它黄金台。 地经井无略还说,如今名叫黄金台的有三处地方,一州一水边有两处,都城朝阳门外东南有一处,但这三座黄金台,看上去都只是土堆而已。 很可惜的是,考据做到这一步,就匆匆结束了,流动和于义正貌似缺乏建筑学的基础知识,没有再深究一下,这些土堆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夯土的遗存。 今天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开发商盖高楼,第一步要做的都是挖地基,相当于啊,先挖一个大坑,再把高楼呢,当成一棵大树,种在这个坑里面。 先秦时代的建筑思路,刚好和今天相反,第一步,不是向下挖,而是向上堆,用夯土呢,堆出一个高台,然后拿这座高台当地基,称为台基。 在台基上面安排木结构的建筑,今天我们去看故宫的三大殿,天坛的奇念殿,依然是这种结构,只不过呢,台基表面包裹有食材,牢固度和美观度更上一层楼。 今年北京还有台基厂这个地方,就在著名的东郊明巷一带,顾名思义,它原本是明朝为了修建紫禁城而专设的,架工工电台基石料的工厂。 台基修好了,工厂消失了,但地名保存至今。 那么我们可以追问一下,如果地精井无略考察的那三座土堆确实属于夯土堆的话,其中会有一座是所谓黄金台的台基吗? 还真没法这样判断,因为它们也有可能是古城墙的残留。 夯土除了用于台基之外,更常见的就是用于铸城。 前面讲过金国军田英,准备增助薛城的城墙,这让邻近的小国藤国非常紧张。 战国时代的薛城城墙,今天还能看到遗迹,墙底由夯土打造,层次分明,非常的牢固。 地精井无略在考证完毕之后,还罗列出从元朝到本朝的大量引勇黄金台的诗歌。 可见,黄金台作为一个文化鱼马,有多么深入人心。 这也算是自证预言的一种表现,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某件事是真的,那么这件事就会在人们的观念里成为一桩真实事件,考据意上的真实,反而无足轻重。 在考据意上讲,地精井无略谈到的北京长阳门外东南的那个土堆,位置就在今天的财富中心大厦一带。 修建这座大厦的时候,挖地基还挖出了乾隆玉笔金台西兆的一座石碑,现在石碑就安置在财富中心大厦旁边,你有机会路过的时候,不妨留心一下。 但是,金台西兆作为曾经的燕金八景之一,所谓金台指的很可能是金朝皇陵,远在北京郊外的云峰山。 溢水边的两处黄金台倒是和燕昭王更近一些,因为从1929年开始,考古街的老前辈马恒带队在那里发掘燕夏都遗址,迄今已经发现了五十多座战国时代燕国的宫殿建筑台基。 燕昭王给郭伟的助攻应该就在那里了。 今天你去宝定市下辖的一县就能看到这些遗址,当然,如果你不了解这段历史,看到的也只是荒草丛中的一些土堆而已,相当乏味。 这里为什么不叫燕都遗址,而叫燕夏都遗址? 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燕国立国虽然有过迁都的经历,但最主要的政治中心是在继承,今天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一带, 当地已经陆续发掘出了西州时期的燕国贵族墓葬和城址,在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为琉璃河遗址,今天有博物馆可以参观。 琉璃河遗址,也就是当初的继承,本该叫做燕都的,但燕国为了对抗游牧部落在战国中期,大约就是燕昭王的时代,在溢水近旁,今天的河北溢县, 新建了一座规模辉弘的重镇,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呢,大约40平方公里,相当惊人,显然,燕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已经移到这里来了。 今天如果你驾车从燕夏都遗址出发,走金坤高速,向东北方向大约80公里的行程,就到琉璃河遗址了。 所以从地理上的相对位置而言,燕国的新都被称为夏都,相应的旧都也就被称为上都了。 燕上都和燕夏都就是这么来的,燕昭王修筑公事奉养郭伟最合理的地点自然就是燕夏都,这样的话,北京财富中心大厦的那个金台就可以从候选名单里面排除掉了。 黄金台的议案并没有到此终结,因为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燕昭王虽然拿出了千金士马骨的干劲,奉养郭伟,但郭伟这匹磁马,真能招来很多千里马吗? 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因为资质通鉴明明白白地讲道,自从燕昭王奉养郭伟以后,天下人才纷纷涌入燕国。 只说最有名的两个人吧,越义从魏国来了,巨星从赵国来了。 燕昭王任用越义为燕国副总理,虽然名义上是个副职,但国家大事,全权交给越义操持。 胡三景在这里有一句注释,说这段描写是为接下来越义攻破齐国埋下伏笔。 资质通鉴这段内容是从史记和战国策改编来的,而在原始版本里,除了说到越义巨星之外,还提到大学者邹衍从齐国也赶过来了。 司马光删掉了邹衍的戏份,大概是发现时间线理不顺,但是越义和巨星的时间线其实也理不顺。 这就要谈谈清朝学者赵少祖了,赵少祖自神博好秦氏,主要生活在乾隆朝,以博学著称。 赵少祖写过一部《通鉴驻商》,顾名思义,是给胡三景的资质通鉴音柱挑刺,开卷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巨星的。 资质通鉴在秦始皇五年记载了巨星指挥燕国军队和赵国大将庞轩作战,还有追续说,当初巨星在赵国的时候和庞轩很有交情,后来巨星离开赵国投奔燕国,庞轩呢则留在了赵国,接替了名将连坡。 胡三景在注释里面交代巨星的履历,说他是在周南亡三年,也就是燕昭王助公奉养郭伟的那年,从赵国来到燕国的。 胡三景的这条注释,直接出自资质通鉴周南亡三年的文本本身,但赵少祖看出了问题,难道巨星在周南亡三年投奔燕昭王之后,到秦始皇五年,足足时隔七十年,这个身子骨还能指挥燕军作战吗? 而且,在巨星投奔燕国之前,既然跟庞轩就是朋友,就算当时两人都只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七十年之后不但巨星是个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这庞轩也一样啊,这也老当一状的太不像话了吧。 而,燕照两个大国同时任用这种超级高龄的老将挂帅,这种事情就更不可能了。 赵少祖的质疑却是合情合理,那么他会得到靠谱的解答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